在第二屆議員的時候 當時馬英九主政的第二任期 當時開始有這種搖頭店 我列舉了十大搖頭店 我要求馬英九要強烈去取締 當時那時候就有 比花生嚴重的巴勒 有巴勒 也有人到我的服務處 他是送真的巴勒給你嗎 對 然後到我的服務處 而且是提假裝要來潑 一次兩次 第三次真的潑 然後看起來像 他假裝說是硫酸 鹽酸這一類 那潑完是什麼 結果潑到是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弄得你整個 錯為那個煙這樣 所以這種情況 其實我們常碰到 後來怎麼辦 法律有偵辦嗎 我認為我有偵辦 但是無疾而終 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好 因為那時候沒有那麼好的 攝錄系統 我服務處也沒有裝設 什麼鏡頭去拍 民國92年的時候 92年 所以後來找不到人 對 其實這十幾年來 我在議員立委任內 其實針對統獨 或者這種治安事件 我們要求去取締 這些八大行業什麼 都也會受到這種恐嚇 從來沒有抓到過 比方說像 這起來是家常便飯 比方說我們收到那個名字 這是最長的 最基本的 名字 或者弄一個紙棺材 或者花生 巴勒 這個都常有 我被具體行動的 是有黑衣人 曾經包圍我服務處 那是在血運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的 潑 潑他 他做事讓你以為說是要潑硫酸 結果是丟那個阿姆尼亞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非常反對這種 不管是語言 或者語帶暗示 或者貼什麼文 這種恐嚇方式 我覺得這跟我兩個字 無聊 我的意思是說這種事 其實是很無聊的 一種情緒的發現 我反對那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 民主多元的國家 我們言論自由 即便我討厭謝龍介的言論 但是我認為我們法治的國家 我們應該保護他 但我必須強調 我反對謝龍介的一些看法 他的一些看法讓我想到說 其實這個確實沒有這一條中線 沒有劃定的沒有中線 但是這一條是隱隱然的 數十年來就是自由世界 跟共產集權的一個分界線 大家有一個默契在 也就是說 美國是我們的友邦 他來尋防 美國有沒有要併吞台灣 我們台灣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 一個野心很大的 天天說要併吞台灣的中國 是因為這樣 自由世界基於就是 大家對和平 自由 共同的追求 所以他來對我們一種協防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對 謝龍介你大可以去講你的言論 這讓我想到有一部電影有沒有 波斯帝國那三百壯士 當波斯大軍來的時候 三百壯士要去對抗的時候 中間就會有人跑出來講 波斯大帝軍榮壯盛 那一種勸祥的方式 一種助威勸祥 都會有這樣 但是這是你們的自由 多數台灣人認為要維持 台灣的自由 民主 多元的一種生活價值 我們不願意被中共統治 你去講你的 我們講我們的 但是大家互相不挑釁 互相尊重 而且互相保護 即便有人這樣恐嚇你 即便抓出來 如果真的是我們獨派 我也認為應該法辦 我認為不應該 不應該這個樣子 不應該用 我們要保障言論自由 這就是我們台灣跟共產世界 不一樣的地方 幾個層次來講 不管謝龍介講什麼 我覺得獨派的人 或者是那個人 就不該貼那個東西 貼這個東西平常講 龍介很勇敢 我們大家知道他為了他的理念 他做什麼事講什麼話 他都講了很多 也做了很多 但是對他的家人 我是覺得真的是 不是很好 請問加芬有覺得很擔心嗎 多少 我想他也不要回答了 多多少少 所以我是覺得 對獨派的人 我是覺得也應該適當的來遏止 這樣子的事 這個事情在民主法治 在言論自由上 我是覺得絕對是不可取的 對蔡英文而言 他也是又撿到一把槍 他現在民進黨 總統黨內的初選 他可以拿這個來做他的文章 可是獨派是挺賴清德的 這個時候他們把這件事情 無限擴大 不是對賴清德不利嗎 不管對賴清德也好 對蔡英文 我是覺得多多少都有他民進黨 黨內初選要一個考量 但我覺得賓者國之大事 身為總統的人 他必須得思考台海兩岸的安全 這種事情如果擦槍走火 如果擦槍走火 那兩岸的狀況 就變成一個不可逆的狀況 如果只要我們的軍機開火了 或者他們的軍機回擊了 這種事情 有一個軍機被打下來了 這個事情是 那就是天大的事 海峽兩岸只要有這個開火 把對方給擊落這樣子的事實 我相信馬上就進入到一種戰爭狀態 如果進入到戰爭狀態 我想對海峽兩岸 尤其對台灣 我想那是兵凶戰 也是非常的危險 不管不是我們的貿易 我們的航行 還有我們的軍事 都會馬上立刻面臨一個挑戰 我想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不應該去講這些風涼話 反而是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總統 三軍統帥 他應該要出來要安定人心 這個從企業家的角度上來看 從這個我們航行兩岸的船之 的船通來看 這個事我是覺得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警訊 不是一個小事 不是王定宇隨便這樣子說都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覺得 蔡英文在這個事件上 應該要有點說法 也應該要對海峽兩岸 去做點和平的努力 而不是像陸委會 陸委會現在為了選舉 拼命的再做東場 陸委會的目的 是要促進海峽兩岸的交流 讓兩岸溝通 像陸委會不是 反而是變成民進黨 然後打手 從整個的事件來看 其實我在看 我們海外的朋友 我們在舉例在美國的朋友 為了這個事情 也發了好幾個訊息跟我們講說 台灣現在是要打仗了嗎 台灣是很危險了嗎 這些事情從旁觀者來看 從來看 我是覺得這是個非常非常嚴肅的問題 所以說蔡英文 你必須得要有態度 要有說法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